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台银外汇 如果今天希望把这些资料把它爬下来 那当然你们其实衍生性的练习还蛮多 像新闻网我们其实做两个例 就是Yahoo跟ET Today 但是新闻的网站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有兴趣的同学 那你不妨可以再去抓别的网站的资料 试试看 像其他什么自由啦联合啦中时有没有 然后什么TVBS啦东森啦一堆的 其实台湾媒体太多了 那你也可以试着怎么样 去抓他们的相关的资料 那把它爬到以Sale试试看 就我在新闻方面的 算渔情分析吧 那也算渔情分析一样啦 如果假设你用人工来做渔情分析那简直不可能的 这些渔情分析都一定是透过爬虫 所以你会在一些民调中心或渔情分析中心 其实他要的应该不是一般会Ctrl C Ctrl V 的人 他应该是要会爬虫的人吧 OK不然的话他怎么可以快速的把网路上的资料把它截取下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朋友就是说呢像今天这个外汇资料 其实外汇资料 台湾的银行几家 好像至少超过百家吧 那每一家其实都有他的外汇资料 那到底哪一家是最划算的 有没有 如果假设你今天会写个爬虫 然后爬虫的话可以 怎么讲 爬那个你找到那些 当然不一定每一家都爬啦 爬主要那些 然后做一个 做一个排序好了 他哪一家的利率最好 对那你其实是可以比较的出来的 甚至你可以还可以跟国外比较呢 不一定本国银行 国外银行网站 其实他们也都网站也有公开嘛 所以呢假设你以前要做这件事 你变成你要复制贴上嘛 刚才现在如果用爬虫 就不用复制贴上 而且甚至我讲过 你甚至可以透过 Essail本身提供的那个什么 on-time方法 他application物件里面有个on-time方法 他也可以时间到自己去做 可以设一个闹钟一样的功能 或者是多久做一次也可以 那今天他们你可以随时得到最新的讯息 甚至你可以设一个条件嘛 如果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 再通报你一下 告诉你说什么样的数字出现了 那你应该要不要做什么样的处置之类的啦 OK 所以变成说 这件事情程式如果写完之后 你应该就可以比较轻松 你可以不用随时在那边盯 其实很多人每天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要知道一个结果啦 不然做这个干嘛 这个结果其实如果 假如程式可以帮你自动判断 告诉你结果 你不是轻松很多了吗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假设的一题 我希望把台英外汇里面的这个资料 总共有五个栏位好了 五个栏位底下的资料 通通把我爬下来 那我先demo一下啦 因为我其实我就已经把它写好了 就是现在旁边有个按钮按下来 自动把我爬下来 就大概这样子 那怎么做 那首先的话呢 所以这就是一个考题好了 不过这考题其实有点难啦 如果将来要考考的题目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会 不过以后我在想 应该还是会有个工作内容 可能会需要爬虫 他应该还是要考这些东西 不然怎么证明中你会爬资料 而且这种工作 我觉得这个技能的需求 这个好像会越来越多啦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爬取那个台英的汇率 那首先第一个吧 但我假设我们从完全都没有开始 从零开始好了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从零开始 第一个开发人员 一样嘛 这边增加按下一个这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需要什么 把这个背后的原始码 有没有右键 这边有个检视原始码 就是需要把这个原始码 这个原始码也太多了吧 哇两千多行 有没有OK 要把这个原始码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抓下来 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再去解析它的资料 所以第一件事 要怎么把资料给爬下来 其实如果你实在不会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拿前面写过的程式 比如说哪一段 这个这一段21页 这边 有没有 这边不是有个什么 爬取ETUTAD的这个政治娱乐 其实原始码就这一段 所以很简单 如果假设你不会的话 你就Ctrl C 这个就是爬取原始码 但是这一段里面你一定要改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网址 如果你没改网址 它抓下原始码就ET的对 所以第一段呢 记得Ctrl C 然后呢把它贴到哪里呢 把它贴到你的VBA里面的 记得先插一个模组 把它贴上 好啊 这边的话就是爬取 改一下名称好了 这个叫台银 台银外汇好了 台银外汇好了 OK好 然后记得有头有个sub对不对 尾巴记得一定要自己产生 所以你记得要把这个 这一段把它搬到这个中间 头跟尾一定要有 尾巴一定要有 end sub 那接下来的话呢 记得把这个网址改一下 这个网址的话 就是改成什么 改成台银外汇的这个网址 把它复制贴过来好了 贴过来 然后它贴过来OK 好所以这个网址要改 那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个 得到的原始码其实就放这里 就是xml的物件 里面它会得到一个respond test 帮我丢到doc这个物件里面 当然如果假设你希望把它显示在 A1的这个储存格的话 我们之前好像列集是 把它放A1嘛 所以你如果假设要看到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 A1的话其实你就打这样 中国阿湖这A1这样比较快 你用range 那你当然你如果把它执行 你确定一下 里面是不是有有放A1的原始码 OK 但是你执行的话 一定会发现一个问题 它说 使用者视地形态尚未定义 还记得吧 上以外还发现同样的问题 对这个要打勾 这个记得 这个设定用项目 我发现同学对这个好像比较不熟 好 那你就是把它往下卷动 找到那个microsoft H开头的 H在这里 有没有就这一个 Html Option Library 这个要打勾 这个没打勾的话 一定会出错 好 那这样子都OK 所以原始码我们就抓下来了 那我是先把它放在A1里面 所以把它执行一下 这边就有原始码了 不过其实说真的 这2000多行 你只要看到它的开头是什么Document HTML 我想理论上应该就是原始码应该是对的 只是里面原始码太多了 那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重点 反正原始码有确定抓下来 第一步就达标了 那第二步就是要解析 所以第二步要做什么呢 所以第一步 我第一步就OK的 那我可以把它感触定一下 因为我们不是放A1里面 我是要把它放在Doc这个物件 那这个Doc物件里面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将来可以透过Doc物件 它有主要两个方法 叫GetElementsByClassName 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后面我们要就是解析 所以底下就要写解 那解析的话呢 当然我野心也不要太大 我们先只要能够把B别抓回来 然后A栏的部分先让它产生 其实就很厉害了 所以怎么样把A栏先产生的话 那我的习惯是先在这边 先输入它的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 中瓜阿福A1等于什么 等于B别好了 所以我这个执行 他会先帮我把A1先丢 B别这个栏位名称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还需要抓什么呢 抓这些美金 有没有这个文字 一直到底下人民币嘛 然后所以按一华里路线检查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B别 它有没有哪些特征 所以这边说一定要找这些特征 那你说DIV是不是它的特征 因为DIV的话呢 它这个标签名称 太多地方会用到 所以其实理论上 我发现还是用class 如果有class 用class好像比较不容易找到 不应该找到的资料 当然接下来你会发现 这个美金放的这个是一个什么DIV 所以它是放在 最外层 你看这个区块 最外层这个也是DIV 所以在外面的外面 在外面这个还是DIV 可是在最外层 这个是一个TD 有没有 所以TD是一个储存格 因为它其实做的还蛮复杂的 一个储存 你就放储存格里面就好了 它储存格里面放一层DIV还不够 它还在放一个DIV DIV里面还在放一个DIV 它实在是 有点像你今天买一个 买一个东西 结果里面包装一层 打开又一层 打开又一层 大概好多层 OK 不管 反正我们知道一个状况 就是这个DIV 它的里面有class 所以接下来我们其实一般习惯是这样 把它的class点两下 Ctrl C 然后再Ctrl F 做什么呢 把它贴到这边 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这个class的总数 是不是刚好是辟别的总数 如果是的话呢 那大概八九不离十 用这个class 去抓 就会抓到所有辟别的那个 项目名称了 对 所以看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 明星第一个 总共有19个 看起来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所以你要怎么验证 下一步就可以 下一个 下一个是不是港币 对 你刚刚看到港币 这下一个是不是英镑 是啦 所以其实理论上 用这个class 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知道 我已经知道 如果我要抓那个辟别的话 那我先需要怎么样 把它所有的 这个class抓回来 当然怎么写 如果不会的话 这边有范本 SETDIV有没有 就这一行嘛 只要改哪个地方 改这个不就好了 OK 所以应该会复制贴吧 一个 1 C 2的话呢 直接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下方 那其实这一行是什么 SETDIV DIV有没有 或者DIV1好了 因为可能后面还有很多个 这个第一个DIV 那要找什么呢 找他的这个名称 什么名称呢 那当然这个是找ETDIV不是 那我们要找的是刚刚的这个名称 所以把这个名称怎么样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就把它贴到这边来 好 那再来的话 应该里面有19个啦 所以这个DIV1里面的话 应该会有19 那就0到18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需要什么 跑个回圈 所以回圈的范围 叫做乱兰的写啦 其实这应该有范本吧 我看看有没有Blazer范本 应该这个吧 如果这个是D层里面又抓A啦 我们不用抓D2 我们其实只要参考这个 这个就是他的范围 有没有 他从K等于2开始放 用这个 一样 Ctrl C 所以把它贴过来 因为总共18个嘛 所以我们是K等于2 然后这个 这个Step2好像不用 因为我们是一个一个 然后呢 我希望从D0个开始 For I等于0 到这个DIV的总长度 DIV的长度 所以这个给他 DIVLAX-1 因为总共都会有19个 所以19-1的话 刚好是18 所以0到18 那当我把里面的资料 放在A栏 放A栏的话 那这个可以不用 这个B不用 诶 诚识应该就写 还有这边改一下 DIV1里面的资料 DIV里面的资料 这个 所以啊 这里面的话 假设抓到 DIV1里面有19个 那我就写一个回圈 For I等于0到18 因为这个19-1嘛 然后呢 那把资料放哪里 那我把它放在 这个A2嘛 所以K等于2开始 所以先放A2 然后再加一个就A3 A4 应该就写完了 好试一下 那如果你没把握的话 你可以 我的习惯是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 让他提一下 所以先这个就先把资料爬 这个应该OK 然后再辟别先输出 所以这一行跑完之后 就手动把他栏宽拉宽 不过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个Colent Colent Colent Auto Fit 让他栏宽 好 所以哦 这个辟别就完成了 OK 那其实还没结束 因为总共我们有五个栏位 我们目前只有先完成第一个栏位 后面其实还有这几个 有没有 现金买入 现金卖出 跟集齐买入卖出 就通通把它抓下来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后面的话其实写法跟这差不多 有没有 其实也很 应该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吧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 是利用那个台银外汇 那我用的范本 其实是利用上个礼拜的这个 当然你不见得一定用这个 其实这边是因为比较好找 我是用这边的这个 20页这里 画面先还给各位